吳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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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由一群網民自發起的組織 鍵盤戰線的代表 這幅圖就代表著我們整堆鍵盤戰線的心聲 事錦的本人代表鍵盤戰線 對知識產權處處長張錦輝先生說聲 Hi auntie 這位嘻嘻的處長 曾經舉例華國原創 創得可以有成就 他舉的例子竟然是史力家 究竟他有沒有看過史力家 史力家正正是惡搞 顛覆了很多現在的童話的二次創作 一個完全不理解創作的人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 他是不是可以這麼公平這麼公正地處理這個版權修訂 事實上 惡搞是二次創作 而二次創作是創作的一類 同樣是創作 為什麼二次創作就要構成侵權 大部分惡搞都是沒有賺錢的 又或者和原作品處於不同的立場 絕對談不上侵害到原作品的權利 惡搞是二次創作 只是將他那種事物賦予新的意義 而不是純粹抄襲其他的作品 現在很多國際知名的創作品 其實都是二次創作 就像剛才的史力家為例 而不是像張錦輝先生說的原作品 這樣 他現在二次創作的作品 不少已經脫離了原作品產生的效應 原作品的版權持有人 他是不是真的可以去控告他 去侵犯他的版權呢 意思是三 除了有交意見書的市民 和坐在這裏發言的那麽多位之外 還有很多人對這次的修訂極為不滿 在短短的三天裏面 已經有460位網民 和我們聯署支持我們這份意見書 要求政府即時撤回這個修訂 那麽好了 現在就回這個修訂的細節 其他草案說回 究竟什麽叫做達到損害版權 擁有人權利的程度 你這一個版權修訂裏面的定義 根本就是含糊不清 叫執法者如何去執法 而且這個所謂達到損害版權 擁有人權利的程度 應該是那個版權擁有者自己去判斷 而不是由執法者去判斷 執法者如何去判斷呢 不單止是含糊不清 事實上用刑事罪本來 根本就是沒有必要的 過去有不少的領域 其實有些版權持有人都很明白 以次創作和原創作去共生互利的道理 那不會提出這些版權的侵權起訴 好像說日本那些貓和圖銀子 以次創作其實不單止對版權持有者 沒有任何金錢或者名譽上的傷害 更加為原創作賦予他的新的意義 大家互為互利的 而另外還有的是 你們這次次撤回這個安全港 根本就是完全忽視了網民的私隱 在修訂案裏面第88C和88D列明 異議通知除了要記下你們的真實姓名 電話地址還要有服務提供者 將它交為那個投訴人 否則異議就無效 即是說投訴人只需要有心控告你的話 普通網民的私隱都很容易被人侵害到 即是普通網民是要陷入言論自由和個人私隱的兩難 所以本組織現在強烈要求 政府要即時撤回這個版權修訂方案 整條修訂根本就沒有需要 而且欺騙我們的創作 張錦輝嗨阿姨 蘇邦老師張錦輝多謝 謝謝